我想在大灣區的人流、物流、資金流、資訊流、四流 希望在那裏可以見到更多不同的開通 工業界人經常都很靈活 有很多廠家本身做開內銷做得很好成功 而近兩年疫情見到歐洲有些阻滯 很多朋友看東南亞有潛力的市場 如何探索市場呢 香港廠家真的各思各法 等如之前說美國會增加關稅 我們有很多朋友在東南亞開多間廠 並不是搬走的廠 是開多間廠 開多間廠就是提出要增稅的產品 我在那裏離開 但是你問我 如果是mass production 我看不到有哪個地方去取替我們國家 尤其是一些精密製造 一些電子電器有關的 你說生產物料單 拿了幾百件零件 那些配套不是其他國家那麼容易取替到的 我覺得業界一定要看著 在大灣區9加2的變化 在不同場景的時候要爭取 其實我經常說 人、人才和科技是流通的 例如我有些科技沒有 我會否可以在深圳接種 或者在其他國家接種 人才可否請回來 但有時場景和政策 是有階段的 所以在大灣區9加2、十四五規劃 希望看到有很多東西開通 開通到場景就不同了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剛才說香港製造的食品 其實我們香港製造的很有信譽 有很多國內朋友都經常買我們的月餅 買我們的蠔油 但有時我們這些香港食品公司 就不是那麼容易 無故香港製造就在大灣區買得 這些可以打通到其中一種行法 我說的是一種食品 其實其他行業可否也有這些思維呢 所以很寄望十四五規劃裏面 你可以將這些更加融匯打通 我想其實要去理解香港在創科的優勢 香港的大學我經常覺得是非常優秀的 在QS裏面有三更是五十名之內 其實香港的大學 我們的研究員的輸出是很尖端的 但如何與它合協作呢 第一 我們一定要維持一些 Foundation的R&D在香港 不同範疇 可能是微電子 生物科技 食品 Food Tech 環保 之類的範疇 如何維持這些R&D在香港 而當你轉化成產業 要做製造的話 其實真的企業要看各司各法 有些程序是高端 勞動力低 而是先進的 我覺得可以留在香港 但有些是勞工密集 或者仍需要大量人手 或者範疇要大 那些真的要回台灣區